新闻来源福布斯杂志 运用自己的工程专业背景和大数据 推动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销售额实现指数级增长 并将该品牌打造成了中餐界的麦当劳 它也因此成为了一名亿万富豪 7月的洛杉矶酷热难耐 但蒋佩奇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 这位75岁的亿万富豪是熊猫快餐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在占地100英亩的希望之城 City of Hope医院园区内 它正漫步于造型优美的研究大楼和日本禅宗花园之间 蒋佩奇正在资助希望之城 医院开展一个价值1亿美元的东西医结合项目 他说作为美籍亚裔 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将东方医学的精髓介绍到西方 的确蒋佩奇是按东西方融合的诀窍 他于20世纪60年代从中国香港移民到美国 并于20世纪70年代获得电器工程博士学位 然后却迅速放弃了前途无量的软件开发职业 转而将自己的理工专业技能运用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快餐业实现了中式餐饮与美国口味的完美融合 起初熊猫快餐只在南加州的一个购物中心拥有一家店面 但40年后的今天 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400家分店的大型企业 每年在全美各地的美食广场 机场行站楼和得来速 Drive-Thru窗口出售炒面 北京牛肉和陈皮机 营业额高达50多亿美元 1974年 蒋佩奇在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时 开发了一个计算机程序 该程序可以利用算法扫描胸部数字化X光片 从而识别先天性心脏病症状 他说这种技术过去叫做模式识别 现在被称为人工智能 大多数美国人吃中餐 要么是去揭晓的夫妻店 要么就是去吃熊猫快餐 熊猫快餐占据了美国外带餐饮市场中 亚洲饮食43%的份额 其分店数量是其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有座位的连锁店PF Chance和日式烤肉店Saku Japan的十倍 但熊猫快餐的秘密配方 不是酸甜口味的酱料 而是蒋佩奇的技术实力和有条不稳的思维 他说餐饮业的很多经营者 都没有接受过工程专业的教育 而这就是我的优势所在 蒋佩奇会从结构和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 例如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数据 如何设计可扩展的菜单 如何最有效的培训新员工 事实证明 这种工程师式的思维方法非常宝贵 他不仅为熊猫快餐 量身定制了销售和分析软件来推动企业发展 还以工程师的严谨态度 规范了企业的多门店运营 并推出了细致的管理培训课程 帮助熊猫快餐的五万名员工 也形成了系统化的思维体系 熊猫快餐让蒋佩奇身价不菲 他的身家约为31亿美元 是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中 仅有的12位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之一 也是两位亚洲出生的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之一 他的丈夫76岁的联合创始人间 联合首席执行官程正昌 Andrew Chern 的身家也高达31亿美元 熊猫快餐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罗斯米德市 这家为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益 100%归夫妻二人所有 但他们却一直致力于分享财富 该公司表示 熊猫快餐近一半的全职总经理 去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 其中一位总经理的年收入达到了27.7万美元 蒋佩奇1947年出生于缅甸 但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漳州和香港步过的 有数学天赋的蒋佩奇后来入读了贝克大学 Baker University 这所大学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小镇上 校区很小 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亚裔学生联系密切 他就是在那里遇到了程正昌 后来蒋佩奇拿到奖学金 并转学到俄勒冈州立大学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而程正昌最后来到了洛杉矶 帮助他的表兄管理一家中餐馆 即便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变数 蒋佩奇和程正昌依然陪伴着彼此 梦想成为发明家的蒋佩奇 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并于1974年获得密苏里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ouri 电机工程博士学位 然而蒋佩奇并没有成为教授或发明家 而是进入了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公司McDonald Douglas工作 负责系统设计并帮助海军 开发战场模拟器 随后他又在帕萨迪纳市的comptal公司 后备3M公司收购工作 负责开展早期的面部和语音识别项目 1973年程正昌拿到了一笔SBA贷款 又向朋友和家人借了些钱 用6万美元和父亲一起在帕萨迪纳市 开了一家叫做飓风员 Pandain的小餐馆 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 蒋佩奇都会去飓风员帮忙 01昨日重现IBS World的数据显示 美国快餐店去年的食品销售额为3620亿美元 相较10年前增长40% 但几个世纪以来 为大众提供吃食一直是赚钱的好方法 以下是四个历史时期外带餐饮的简要介绍 公元79年 出门在外的罗马工薪阶层 可以在当地的Fermapolia享用快餐 Fermapolia相当于古代的汉堡王 在罗马帝国供应热腾腾的肉类和奶酪 迄今为止 在庞辈已经发现了89个Fermapolia遗迹 公元1300年 在中世纪英国的科尔切斯特 几乎没人家里有厨房 相反 工匠 劳工和农民 会拿着街头小贩制作的鸽子派 大麦煎饼和杏仁糕点 大快朵頤 公元1902年 两个费城人 开设了第一家自动餐厅 Ultimate 工厂工人只需将五分涅币 相当于今天的1.8美元 投入玻璃柜 就能拿走一份柠檬酥皮排 奶酪通心粉或奶油菠菜 公元1921年 美国第一家汉堡连锁店白色城堡 White Castle 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开业 以流水线的效率 生产出易于实用的华块汉堡 每个汉堡的成本为5美分 按现在的物价水平计算 约为80美分 第二 收入颇丰 在美国50家最大的连锁快餐店中 以下5家每年单店收入最高 熊猫快餐 排名第12位 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的除夕夜 4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ACLA在玫瑰丸比赛对阵 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比赛开始前 棕熊队 Bruins 球队首席教练 特里 多纳修 Terry Donahue 的家人 来飓风员 共进晚餐 特里的弟弟帕特 多纳修 Pat Donahue 回忆到 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多纳修一家 在附近的格伦代尔 Landale 开了一家购物中心 他们建议 程正昌夫妇 去那开一家餐馆 蒋佩奇非常乐意 当时的他 已经厌倦了 一边做全职工程师 一边抚养 三个女儿的生活 于是便辞去了工作 那一年晚些时候 程正昌夫妇 开了第一家 熊猫快餐店 以快捷的柜台服务形式 提供菜肴 当时排队吃饭的人 都到了门外 他们的餐厅很棒 多纳修说 我们之前还不知道 他们有这样一流的 中餐麦当劳的 经营模式 20世纪80年代 程正昌夫妇 以雷 克洛克 Ray Clark 开办麦当劳分店的速度 在众多购物中心 开支散业 全国各地的新购物中心 都开设了熊猫快餐分店 尽管这样的扩张 会对他们的供应链 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不是工商管理硕士的做法 晨新公司 Morningstart的股票 分析师肖恩 邓洛普 Shang Dunlop说 哈佛商学院的做法 是看你 能否从一个地区 发展到另一个地区 而不是到处开新店 但程正昌夫妇 采用的是博士生的方法 当时 电脑收银机 及销售点系统 刚刚在大型连锁店流行起来 但自1975年来 程正昌夫妇 就一直在熊猫餐厅 使用电脑树银机 IBM公司推出第一套数字 POS系统后不久 蒋佩奇就自己安装了一套 这样一来 程正昌夫妇 可以跟踪每天的销售情况 分析牛肉是否卖的 比猪肉好等问题 当时 很少有独立餐馆的老板 了解这项技术 更不用说 意识到他的必要性了 如果经理使用电脑时 遇到了困难 蒋佩奇也会指导他们 如果有的连锁店厨师 用蛋酱做炒面 而有的厨师坚持用浓酱做炒面 他会把他们召集到 熊猫快餐总部的会议室 让他们争论到底 直到他们就每道菜的配方 达成一致 到1991年时 熊猫快餐已经发展到 18家门店 不过 作为美食街上的常驻餐厅 熊猫快餐的光彩 却逐渐暗淡 这是一个受限制的市场 你无法建立自己的品牌 程正昌说 人们只把这里 看作是一家中餐馆 凭借在购物中心 开办分店赚得的利润 程正昌开始扩大商业版图 建立独立品牌 如今 其2400家美国的分店中 在购物中心开办的分店 仅占156家 占总销售额的5% 他们一路自筹资金 拒绝外部融资 因为大多数大型连锁店 都得听命于股东 或私募股权大亨 他们还拒绝了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 虽然这一模式曾帮助赛百味 Subway和唐恩兜勒 Dunkin Donuts等餐饮巨头 迅速扩大规模 但放弃特许经营 也意味着放弃至少4%的保底销售额 也就是超过2亿美元 几乎零风险零开支的年收入 相反 他们将赌注压在了 自己经营餐厅的能力上 我们可以更好的经营餐厅 程正昌波澜不惊地说 在熊猫的美国门店中 只有165 约占7%是特许经营店 他们几乎都位于机场 大学和军事基地 因为根据规定 在这些地方 呈正昌无法开办自己的分店 只要有足够多的顾客光临 这个策略的确有利可图 顾客们也确实分支踏来 去年 熊猫快餐每家店的收入 接近240万美元 在美国50大餐饮连锁店中 台名第12位 在过去10年里 熊猫快餐新开了800家门店 销售额从2014年的22亿美元 增长到50多亿美元 其目标是 继续在美国 每年开设约100家新餐厅 到2028年将收入翻一番 达到100亿美元 餐饮咨询研究公司 Technomac的行业研究总监 凯文 新仆夫 Kevin Schimpf说 熊猫快餐 是美国的亚洲快餐市场里 与众不同的存在 它们是唯一真正的全国性企业 当然 在美国开办的熊猫快餐店 数量是有限的 因此 程正昌夫妇 又在海外开设了105家门店 不过 如果没有本土经营者 供应链和当地市场 就难以驾驭 因此 在海外门店中 它们放弃了部分控制权 转而采用特许经营的模式 为了追求增长 它们甚至获得了 其他连锁店的特许经营权 这是独一无二的做法 投资银行 Stevens负责餐饮业的 Joshua Long说 但这一招很聪明 能帮你发现不同的发展模式 熊猫餐饮集团 是日本知识蛋糕 Onco Tetsu 在美国的唯一特许经营商 在加利福尼亚 经营着12家Onco Tetsu餐厅 程郑昌夫妇 还在阿拉斯加 夏威夷和关岛 经营着共13家 Wayson Keynes炸鸡店 机会仍然很大 程郑昌说 我们计划在未来50年 实现比过去50年 更大的增长 我计划在美国的唯一特许经营商 我计划在美国的唯一特许经营商